大家好 我是黄轩荣医师 在国人团结努力下 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提醒民众不分行业 务必落实社交距离 室内保持1.5公尺 室外1公尺 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 另外 营业场所内可提供 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 并采取实名制 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销 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 维持适当距离 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 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 即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 室外500人的限制 防疫做得好 恢复正常生活步调 没烦恼 开启投资新企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欢迎收看登峰造极 我是黄雨凡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 我刚刚要录影之前 我看到外面的雨 好大 昨天下班的时候 外面好塞车 很多车子都追撞 要小心安全 大雨的时候 我们开车务必要小心 好像是下到礼拜五 礼拜六天气会变好 刚好我们要放周休二日 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政府 现在很积极的在推动 我们叫做重启经济 那当然重启经济 第一个呢 要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受创 最严重的一个产业 那当然是观光产业 观光产业跟所谓的餐饮业 这方面政府开始积极的着手 所以你看到从过去 我们在这个疫情开始以后 我们的观光产业 是非常惨 惨到不行 旅行社 这些所谓的包括游览车 这些相关的 但我们今天又看到了 既然要重启经济 那我们又看 等一下 今天好多股票亮灯 是什么 做什么的 观光业 难道他们现在开始就大好了 也没有 只是说我们就要开始重启经济 咚咚咚开始亮灯 为什么 前面打下去非常严重 惨到不行 财源的财源 关起来的关起来 到现在 总算看到一线曙光 那那个曙光来 第一个反应 我先亮灯给你看 为什么可以亮灯 轻飘飘的 反正也没人 什么意思 没人买啊 观光股你会去买 不会啊 随便买它就涨停 这样子 对 你现在看一看 防疫概念股里面一堆人 防疫啊 来防疫 很多人进去 我要讲个观念 防疫概念股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啊 我举个例 做口罩的 做额温腔 额温腔的 跟做疫苗相关的 你看起来都不一样 对不对 很简单啊 毛利也不同啊 好那总是要看一看啊 当你股价拉到某一个高点 我在这礼拜 我讲了好几次了 到某一个高点的时候 我将一直飙飙 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一看 你到四月份 你赚了多少钱 你现在目前股价是多少 你都会换算 这样会不会太高太高了 今天有人亮灯 做额温腔的有人亮灯 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凭什么还能强势 就在于 我就是赚很多钱 我跟你讲 我的毛利高 而且有出货多 然后我真的赚很多钱 那我跟你比较 我赚六七块 所以我股价值不值一百块以上 值啊 我今年如果赚六七块的话 那当然我的股价在一百块以上 我还很稳 各位 这才是观念 因为回过头来 你一定会检视 前面叫题材 前面叫疫情 对不对 慢慢趋稳以后 我们回过头来 就会开始检视了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你听我讲5G概念 他已经贯穿了 大概快两年了 5G在今年 会让你意想不到 我先跟大家讲 什么叫意想不到 因为5G概念股里面 有很多类型 我过去有讲过很多 但是在这里面的族群里面 受到法人青睐的这些股票 在今年你会意想不到 股价会飙到 你根本想象不到 怎么会这样 以前都没有这么飙 这就是什么 5G它在走进行式 即使疫情来的时候 它仍旧还在进行当中 那个趋势完全没改变 你疫情来了 我没有改变 我继续走 怎么样 基础建设继续跑 不跑不行 疫情都在打倒经济了 你这5G再不跑 那更完蛋 对吧 好来 恭喜大家 好来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讲的波段实战 你总是会去看一下说 真的 我们涨到今天 即使今天大盘回档 还有些股票真的涨不停 就算它涨不停了 你就看一看了 创了新高以后 即便是有卖压出来 那都叫什么 获利调节压 什么叫获利调节 你先看我们的大盘 你看今天大盘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那条走势线 你那个走势图是开高的 对吧 是走低的 是不是 最多的时候跌了99点 跌了快100点 最后收盘跌70点 不过早上开高之后呢 最多涨了72点 这样一个来回呢 我大概有150点去了 对吧 这样一个来回来 那即便它是收低 开高走低 它跌70点 现在目前我们的指数位置 仍旧在1万1的附近 成交量今天有一些股票压回来 但成交量今天保持在 1700亿 很漂亮 我先跟大家讲 非常漂亮 为什么 我们到了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什么 进行一个整理 也就是有获利的人 你可以下车 我先讲 有获利了 涨幅拉开了 这个获利的应该要下车 这样往上攻的时候呢 才会比较轻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观念你要懂 洗盘是必要的 这样的洗把非常好 这样洗筹码 对未来后面的攻击 太好了 我做这么久节目 有些观众 甚至我的会员都会问 老师你做这么久 你怎么知道我做这么久 他说 有没有那种资深投资人说 我都看你节目看二十几年 是 二十几年 那我们在股市里面看这么多风风雨雨 看到很多公司的成长 我也常在跟大家讲 我都把大家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作是朋友 我常在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我会跟你讲过一件事 我相信你也可能听过 可能没听过 我会常去串门 我会找我朋友 大家很多朋友 我的朋友都蛮特殊的 我那个朋友呢 我搭公司去泡茶 去聊天 去聊聊聊聊 因为他是我们国内 一个非常大的网通厂的公司的供应链 所以很简单 这个网通厂呢 既然我要供货给这个网通厂 那我一定知道你下给我的单有多少吗 我们常常聊这一些 为什么我对产业非常执着 我必须要去了解到 对你到底生意好不好 你下的单到底多不多 那如果今天你下的单多的话 相对我们就会想到 他的国外供应链又是谁 对吧 我过去常在讲这个 我的故事我不知道讲过几次 我才在讲 我有时候出去外面 我会听到一些消息 我自己都要先过滤 我的消息应该比大家还多吧 你的消息可能来自你朋友 群组告诉你 什么股票可能要做 做到什么价位 做到哪里 你搞不好你就会听 你就会试 我告诉你 我的消息可能多 比你多几十倍吧 这公司怎么样怎么样 那公司可能要操作 那公司大股东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老板说了什么 这个法人又讲了什么 每天都有这么多消息 我先问大家 那我怎么办 疯了 我要不要过滤 当然要过滤 很简单 我带会员 我带观众去买股票 执行面在我 我说买 大家就会买 对吧 我觉得不要 那我就放边 我要过滤 先过滤掉 我觉得可以的 看完筹码 我觉得可以的 就进去 我觉得可以做波段的 我就超波段 我先跟大家讲 我的说 我常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要必须让大家去理解 做股票 好像很容易 你觉得我们当老师 在上面都非常轻松 对吧 我们也不是说晚上回家 就开始这样做功课 一直看什么基本面 我告诉你们 这没有用 平常就在接触 像我平常接触产业的时候 我们对产业非常了解 所以当我了解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过滤 然后要不要执行 这我才决定 怎么带大家买 然后奉劝大家 不要跟电视节目买股票 我的也一样 别的节目也一样 通通都一样 为什么 没有人能及时告诉你 为什么 开盘以后 那都叫及时 都在打仗 筹码都在进行变化 你要看节目 你一定是盘后收盘 才看得到节目 所以无法通知各位 这切记切记这一点 如果真要做股票 请你跟着我 各位大家听好 请你跟着我 你用抠讯 及时的抠讯 这个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来 刚刚谈到了5G 是不是这样 5G概念我讲了真的多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故事 你一定都能知道 我等一下慢慢说给大家听 来 之前我讲了个故事 跟散热有关的 我现在再跟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见准 对 今天见准 等一下 见准 我记得我上礼拜 还继续跟大家报告 对吧 然后今天 见准再创波段高 股价最高来到57.2 收盘收在53.9 各位 他这边开始起涨的时候才多少钱 二十几块 有没有一倍 一倍 除了见准 各位再看一下 建策最近也发威了 创了波段高 然后拉回来整理 对不对 好 你注意看 这一群真不能忽略他 我再提醒大家 散热族群不能忽略 他跟5G相关联 关联程度相当高 然后还有一个 他跟远距办公 远距这件事情 关联性也相当高 大家不要认为疫情 现在趋缓了 很多外国公司 到目前为止 还让他的员工说 你可以永久在家上班 员工吓一跳 说你不要把我败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真的可以在家上班 真的吗 是喔 远距办公 那个大型企业 见准 再来 网通 长期收看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讲网通是讲哪一家 网通大厂谁啊 从二十几G的交换器 到一百G 到四百G 一百G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 转换 各位听好 未来会转到四百G 你看那个数字 越高 速率越快 那就是智邦 国内 白牌第一大厂 智邦 这个 white box switch 白牌的第一大厂 叫智邦 我让你看一下 他是智邦 你看有没有惊人 各位 还没有一百块的智邦 大家都认为到一百很多了 到一百很多的时候 他上了一百以后 开始整理完 各位你看看 今天智邦多少钱 今天智邦最高 两百四十七 拼林碰龙 整个波段往上冲 整理完毕 继续冲 有没有 继续冲 今天收盘收在 两百三十六 5G 给他了 动能 是不是给他动能 对 请问谁去买这么高 我每次都问这件事情 谁去买这么高 你听我讲智邦的故事 绝对不是这两百多 没有 不到一百 不到一百 你在听我讲故事 不到一百 对吧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 对 听完 听完就好了 不然我就说 来 黄老师带你做一档股票 做一档 你要买 不买就不用了 说实在 不买你也不用浪费 那个电话钱 说打一通电话 老师说什么股票 真的不用 你又不买 何必打电话 对吧 我要参考参考 那真不必了 你就浪费 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有心要买 说跟着黄老师会赚钱 你就打电话 打了电话 你买一张也叫买 对不对 那也是可以试 那你试下去 你试下去 他就给我亮灯 这今天 大家说 老师你后面都没有图 我跟你讲 中间有打开 但是他有亮灯 对吧 他有亮灯 有啦 等一下 那既然中间有打开 他最后有没有亮灯 中间有打开 我先讲 中间有打开 那一定是短线上有人获利 他中间会打开 第二 如果后面尾盘 他又亮灯 到最后他又亮灯 对吧 分享给大家 恭喜大家 要不要开 不用开 我先告诉大家 不用跟着电视做股票 如果你真的要 我先跟大家说 你说我真的要做股票 我说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当疫情来的 来提醒大家说 这时机呢 不做股票 什么时机 台湾股市打七折的时候 你不做股票 然后慢慢回升 弹上来了 然后回来了 你会发现 哇 那个行情真的来了 所以怎么样 看到防疫概念股 开始往上跑 看到PCB开始往上跑 受不了了 跳下去买 买在高点 你都还没有放弃 为什么 你还觉得后面还有机会 所以我讲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的开户人数 开始变多了 大家准备进场 因为什么 看到防疫概念 看到PCB 看到5G 怎么都这样涨 这样涨都可以 我看到爱普 昨天节目还没有提到爱普 昨天我看一下 我昨天那个 对啊 这里面还有讲爱普 为什么你对爱普 印象这么深刻 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对爱普 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分析的时候 我只给你四个字 你一定记得 转亏为盈 好吧 来先看看今天好了 今天大盘拉回 等一下 人家大盘 等一下 拉回 你懂吗 大家要合作一下 要拉回 没有 就往上走 而且呢 他的位置在哪里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目前的股价的位阶 是在这里耶 好吧 你看到我在讲爱普 绝对不是在这里啊 他一定是在这里 对不对啊 你说 对哦 所以当时 你很难想象 不过就转亏为盈 四个字 我来跟大家报告 结果呢 就是有人买 因为中小型股票 一路狂奔 即便他现在在高档整理 你知道他后面会怎么走 不知道 对吧 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只觉得 我看到这里呢 不禁呢 要去回顾一下 过去我们在谈爱普的那一段 你就是眼睁睁看他上去 如果假设 今天那时候你拨了一通电话 我跟你讲他会涨 然后你听说 那可以做波段是吧 那不然我做波段好吧 你姑且一试吧 如果你一试 你这样姑且一试 结果你试到了一个波段 请问你 你有什么损失 没有 一通电话 这一通电话决定了 你可以做一个波段 这一通电话也可以决定了 你可以做一根涨停 请问你有什么损失 什么都没有 你只不过做了一件事情 跟 跟谁 跟黄老师 黄老师说什么就跟 就跟 就跟 好那我要回来 我再问大家 外面下着大雨 好烦哦 对吧 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 大家也在期待 明天的盘位怎么开 我怎么买股票 对吧 礼拜六 还有没有雨 听说礼拜六没有雨了 太棒了 我好闷 下这种大雨 我礼拜六 礼拜天 我要出去玩 我们要重启经济 所以我们要去观光旅游 吃美食 要钱把口袋 周末愉快 听到周末愉快这四个字 你一定会开始想到什么 你会开始联想 为什么 每次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准备周休二日 我都会跟你讲 不一定每个礼拜 我会跟你讲 如果礼拜五你买到股票 他能够亮灯涨停 那不就是周末愉快 对啊 华老师 有时候我常在讲 因为我朋友很多 那你也知道像公司老板 包括像法人 那当我得到讯息的时候 我很多事情 我不会在节目上讲 不方便讲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当我告诉你的时候 说请你跟好 大家听好 请你跟好 你要注意 我要给你一档股票 我举例 我这样讲 你要跟 就请你跟好 对吧 要跟就跟好 来 各位 我先讲 明天 有要跟黄老师操作的 有要跟的 打电话 等一下请你打电话 打完电话 明天只有这两件事 一 你跟黄老师 买股票 赚钱 有没有简单 这就是顺序 如果你要跟黄老师 请你打电话 买股票 赚钱 明天我会给你四个字 叫周末愉快 有没有简单 所以我刚刚讲了 即便我今天 我电视上我所分享的 不要去跟 我先跟大家讲 每天盘中筹码都会产生变化 如果真要跟 来 请你拨一通电话就好 好不好 我给你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是我特会会员的股票 你今天打电话来 你说老师我要跟 要跟 确定 要买 你不要不买 我先讲 你至少买一张 好吧 既然你要跟 我不知道大家资金状况 如果你要跟黄老师做股票 明天我让你周末愉快 这股票送给你 请你打电话 打完电话 注意 明天就是买股票 然后就是赚钱 就这么简单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明天礼拜五 是吧 周末愉快 要跟的人 我再讲一次 要跟的人 等一下我一进广告 请你立刻拨电话 请你跟好 你说老师这一根 如果是亮灯掌停 后面还有没有后续 我会跟你讲 好吧 我现在也不用讲太多 你愿意跟 你想跟 你要跟 请你打电话 预备 进广告打电话 待会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 让幸福住进来 社会住宅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 帮助您度过 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 02-8512-5858 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 帮助您度过 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 02-8512-5858 8512-5858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现场来了 注意啊 我刚好跟大家先说明了 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大家要跟就请你跟好 我还记得 我不知道多少年前 我在某个场合碰到了一个人 他是我之前的就很好的朋友 我突然发现 哇 升官了 他是一个日本的上市公司 就是日本骨盒电工 日本的一个上市公司 在大中华地区的执行长 已经升到执行长 所以我就问他 如果你了解日本骨盒电工的话 你大概就会知道 他跟散热这个区块是很有关系的 为什么 他同时也是齐鸿的大股东 过去齐鸿也曾经盛传 日本骨盒应该要会把齐鸿给并掉 把它并掉 然后把它收纳进来 那时候就会大涨 有没有 那我曾经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都有试着去尝试了解这个问题 但是往往他都会跟我谈其他产业 谈谈谈谈谈 我这朋友很有意思 因为在他身上 我也看到其他产业的影子 所以当时我们对散热这一块 我们研究很深 我也跟大家讲 从产业里面去看 很容易看得出来 供应链也罢 外资法人对他的持股的信心也罢 他的获利能力也罢 他的接单状况也罢 所以我跟大家讲 做股票绝对没那么简单 即便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新闻 拿出来看 某某公司怎么样怎么样 当天的新闻 你买的股票 有一种可能性 它叫做开高 走低 为什么 因为这是故事全部人都看到了 在写故事的人 在讲故事的人 讲这个故事给写故事的人 跟看故事的人 你知道那个顺序是不同的 有时候我们在那边 我们听到的故事 报纸都还没写 还正准备写 所以你说 那个叫什么 资讯差 我往往我跟大家提醒这个观念 就是你可以去看报纸 当然去参考参考 没有问题 但是你今天要跟 你要跟对 我先讲要跟对 那个顺序要对 所以我先提醒大家 你先要做股票 产业了解必然的 基本面了解 那是必须的 那叫基本功 你都不了解那一些 你请问你怎么做股票 再来筹码的关键点 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可以离场 这关乎到你的获利 的大跟小 小就是有赚钱 大就是赚大钱 不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今天 请大家再听好 我们节目上讲了不少产业 讲了不少股票 我无非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你应该知道的东西 你就该知道 产业的未来 5G趋势 那我也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 你在台湾股市里面 你要采取一个态度 你要先想 我进去我要担多少风险 是不是这样 什么意思呢 股价都这么高了 我现在进去到底要买多少 买的百分比要多少 有100万我该怎么买 是不是这样 可是股价在第一档 刚起步的时候 你的操作模式要不同 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样 我就会告诉你 各位 那如果说你要跟 说老师我要跟 这一次 我先让你跟明天好吧 想跟的朋友 想跟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 长期以来都把电视观众 当做我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圈或许不同 我得到资讯 我常常要过滤 我过滤完 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不可能 我听到什么就跟你讲 听到什么跟你讲 不可能 对吧 当我过滤完 我告诉你的时候 叫做执行 我就准备买股票了 我准备买了 你准备好没 你准备要跟了吗 如果你今天准备要跟 我请你先跟明天的股票 明天 决定要跟的观众朋友 请你待会打电话 我给你一档股票 对 明天你买股票 你的结论 你的结果 就是赚钱 而且明天 我会跟你讲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的定义是什么 长期收看的观众朋友 一定了解 想跟的观众 记得 待会节目结束 请你拨一通电话 明天开盘后 我们股市见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民防疫大作战